會累嗎? 很累喔 還有19下 他好乖喔 流汗了天啊 OK 怎麼會流汗呢 接下來囉 大家好 我是BeeFee 今天來看一下介紹環喔 這個是最近才新出的 前陣子有預購 如果買不到就過一陣子再買吧 因為現在好像價格已經被炒起來了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新出的健身環怎麼樣子吧 打開的話就是一個 這個環綁帶 這個是綁腿上的 因為他要跑步 這個遊戲片 登登 他有兩個手把 然後這個手把 有一個是有這個 YXAB按鍵的 這個要裝在這個上面 然後沒有的話要裝在腿上的那個 他裝的話也很簡單 就是把它卡上去就好 然後你大腿上的呢 是彈力的 然後你也可以調他的大腿的位 所以你不用把你說 就是腿太粗 腿太細 沒辦法裝 這邊他還有一個小袋 把它裝進去就好 這個要拉緊一點 因為等一下要跑步 然後如果沒有弄太緊 他會 他會 噴出來 然後在環節上聽說完 這個是真的很累 你會滿頭大汗 真的是超級累 可以運動到的 但是我想說遊戲耶 遊戲怎麼可能 所以我們就特別來看一下這個 SWISH新出的健身環 我想看看說 他到底能不能讓我們真正的運動到 沒有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跑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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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了嗎 還沒 還很遠 這樣 走了 會累嗎 很累啊 快 快 要開始了 你要抱著那個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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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呢我覺得應該說它可以達到運動的效果 只是因為你是一個人自己在玩 所以你一定會偷懶 可能運動效果沒有到這麼的好 除非有人在旁邊盯著你 因為我之前有去做過一個叫ATS的訓練 真的是很累 健身環呢我覺得跟那個運動量是差不多的 只在於說你有沒有心跟有沒有毅力 像我就是一個沒心的人 真的好累喔 而且這個因為它這個彈力啊就是真的是還蠻緊的 所以你在用力的時候你這邊 這邊超級酸 然後那個運動喔這個 這個你真的會死掉好累喔